老师其实你看到左手边应该会觉得很熟悉吧 对不对 在泡泡泡里面我们把这样一张一张的是不是称作头鱼片 那么在focus那边把这个称作路径 就它走过一条路线 走过一条路线 所以调整播放顺序 这种通常我不能讲 调整啊 这个这么简单 这也不能列在我们的延期里面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拉动一下就好了 那重点在于什么 今天你选的范本 不见得会跟你所要制作的内容的章数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有需要增减 那要怎么增减 你看上面这里 上面这个地方 请问您觉得它有几种增减的方法 一二三四 有没有 但是它总共有六种 还有照相机 这样是五种 我刚讲六种嘛 还有另外一种等一下在里面 直接用物件直接加进来 所以它总共有六种 可以制作所谓的这个路径的方法 那一般来说说真的 其实绝大多数我都会用它预设这种 这种的叫做隐形的隐格 有没有 隐形的隐格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上面这几种 我先用矩形的给您看一下好了 矩形的 当我按一下增加的时候 它会问你 那里面哪一款呢 好 那我就完全空白 让它自己跳就好 没关系 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框在那里了 这样了解了吗 因为说真的 如果您有做整理设计 通常我是不太喜欢用框 所以为什么它预设 其实就在所谓的隐形隐格 也就是外面没有这个框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用框 各位比较有概念 那你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滑鼠滚了 往后退一点 你滑过去 有没有发现它就会亮起来 就是它每一个 撑做一个物件 好 但是你当你靠很近的时候 你看 当我靠很近的时候 滑过去是不会亮起来 你就要自己滚轮往后退 这样了解吗 滚轮往后退就可以 那比如说我这边 如果我会有一些形状 有一些图形 我来找找看 好 这里 有人要讲话 我就拉进来 然后呢 你要做什么内容 就放在里面 这里 OK 那么当你移动它的时候 移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跟大家一起动 因为对它来讲 你就是我里面的内容 可是 如果你摆的时候 是摆这样 就是在它的外面 有一片跨过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你移动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不是我的人 这样了解 各位老师 也不要说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放在这里面 因为 你看我点进来 有没有发现 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框 因为你要加的就是 主要这个内容 所以大部分 如果你是加这个框 我就会放在里面 可是如果你是比较 装饰用土的 放在外面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 排版里面有一种 叫破格 就希望说 你不要完全在那个框架里面 那这是第一 第一种方式 让老师看会比较清楚 所以你点到它的时候 点到它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放大 你看我回到这边来 这样你了解历史了 那这里呢 有一个 您稍微留意一下 我刚刚是点到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 今天如果我在这里 请问我把它旋转这样 可以吗 这样行不行 也是可以哦 但是呢 它来的时候会怎样 来的时候 它有没有永远都是正的 所以管你怎么转 我就是把你转正啊 标准呢 我们都是比较规规矩矩嘛 管你转什么方向 对不对 但是 我跟你讲 就是有人喜欢 我就想要这样看 哈哈哈 对不对 我就想要这样看的时候 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不要客气 照相机拿出来拍 你拍怎么样 就是那一张 有没有看到了 所以今天我点到它 我要进来这里 我就点一下 有没有就是这个角度 而且你不见得只能一次拍两张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需要 诶 这一张跟另外一张我想一起看 你就看你要的角度 要看的角度 好 大概 什么样的 哦这样子 好我想要这个一起看 你确定好了 诶 各位 老师您在空白地方 脱翼滑鼠左肩 它就会整 就是会平移 就会平移 假设我要小一点 这样子 我就来这里拍一张 这样子就有这个角 就可以一起看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需要这样这样子 诶 先看第一个 再看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看完之后回顧一下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是不是效果就比较好 所以您可以善用一下这个拍照哦